不成问题 但是这一个大问题就不是几句话能够说得清楚 说得明白的了 那么有些人说这是宗教的问题 这是哲学的问题 其实不是的 这是我们人生基本的问题 是个教育的问题 没有把人教好吗 我们前面讲的 讲到宗教感应 佛家讲的众业所感 人心善 风调雨顺 人心不善 这个自然环境就产生变化了 你比如在我们中国儒家 特别是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教人的目标 我们归纳起来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教导我们如何跟一切人相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 第二个问题就是教导我们人与自然环境 应该怎么相处 第三个是人与天地鬼神如何相处 这三个关系搞清楚搞明白了 相处好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人与人的关系 你不知道 你不清楚 你不懂得除人之道 人与人当中 刚才讲了产生误会 产生仇恨 人祸就来了 这战争是人祸 你不懂得跟自然环境的相处 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天灾来了 灾害来了 所以天灾怎么来的 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绝对不是说什么天然灾害 没这个道理 人与天地鬼神不懂得相处的时候 换一句话说 民民当中 你就得不到多维持空间的那一些人 对我们的帮助 这些人对我们帮助 有善意 确实善意的 我们虽然肉眼看不到 但是你在心底非常亲近的时候 能干出来 科学家证实 确确实实 有这一种不同维持空间存在 理论上讲 这个空间维持是无限度的 这是他们发现的 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大乘佛法里把这个说得很透彻 空间维持怎么来的呢 是从一切众生 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 如何突破呢 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在佛家将禅定嘛 放下之后啊 这个维持就突破了